前镇区盛新发展协会里头可以说是卧虎藏龙 其中健康快乐团团员虽然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 但跳起舞来活泼热情 甚至有70多岁的阿嬷 自从学了跳舞看起来更加年轻 也成为这个团体最大的特色 健康快乐团真的是名符 其实跳起舞来活泼热情 微笑始终挂在脸上 团员们精力充沛 站在舞台上跟着音乐节奏尽情摇摆 丝毫看不出每个人的年纪都超过60岁 其中这位姚奶奶明年就满80岁 但整个人精神异异 眼上没有留下什么岁月痕迹 动一动 心体比较好 讲话 很高兴 大家大家很合情 很高兴 朋友们说你越来越年轻 没有 有了 有了 大家都看不出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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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胡妈妈更是将跳舞当成兴趣 加入社团前 身材风云 但如今虽然瘦了一圈 气色看起来很红润 身体就很健康 她本来很胖 她就跳一跳现在瘦了 就很苗条 对 很苗条 她精神很好 每天都很期待来这边 对啊 对啊 每天早上就期待来这里运动 就是心情很好 就是像姐妹一样这样子来活动一下 动动筋骨啊 让大家很开心这样子跳一跳 所以就没有 也不用去烦恼什么 分都是七八十岁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但是大家精神非常好 所以我们就是带动社区 让大家有个健强的身体 每天早上这些妈妈出来讲讲话 就很开心 所以我们这一天的活动就 就是靠这个一起来 就大家很开心在一起相聚运动 比别人起得早 健康快乐团每周一到周五 一大早都在盛兴公园练习土工舞 多年来如一日 只要里内有活动表演 一定成功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先跳圆集舞的时候 用很轻的动作先拉拉筋 然后我们动作都不是很 非常难的 我们是很轻松的动作 然后音乐又好听 每天听了音乐心情很愉快 所以我们这些妈妈们 都很喜欢早上出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相聚 那一天起来就很开心 早上有嘻嘻哈哈 那一整天就很快乐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健康快乐团 就带动我们社区的妈妈 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健康 那会不会有表演的机会 妈妈们也很愿意 大家都很乐意 其实你们今天看到我们的衣服 就是我们平常运动穿的 只是我们加了亮片 这是我们的毛巾操的毛巾 那这是我们早上运动的衣服 所以大家只要有社区 有需要我们活动的时候 我们妈妈都很配合 大家就会一起聚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共襄盛 二十多名团圆情如姐妹 透过跳舞运动 让身体更加健康 也难怪里长一号召 跟对岸社区切磋互动 再次抢第一 除了展现本身的活力之外 也希望将跳舞的好处 跟大家分享 党多新闻张世民王思武采访报道 我们李minister导璐 我们李导璐 今天还要两个女孩 介绍 我们李主кра 我们李律 глав